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三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仍然是要为您关注到有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 美国驻华使馆的签证命谈也有了相关的变化 根据有人在贴出的一张来自于美国大使馆的邮件显示 鉴于中国政府当前致力于减少人员聚集 美国驻华领事馆将取消二月三日这一周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预约 我们将尽快恢复签证服务 但是目前没有办法提供具体日期 申请人的MRV签证申请费用在支付之日期 在一年内在所购买的国家仍然有效 如果有紧急出行需求 请按照相关的指南申请紧急预约 而随着武汉疫情的不断发展 红十字会再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月三十日 湖北省红十字会第一次公布了本次疫情以来 接受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 其中定点诊治发热病例的武汉协和医院 仅收到个人捐赠口罩三千个捐款一点二万元 而武汉市人爱医院武汉市天佑医院 分别收到企业捐赠的N95口罩一点六万个 一共收到捐款三十六万元 也有媒体指出武汉的人爱医院是内地争议很大的莆田系医院 不在这次肺炎疫情的征用名单中 也不是发热门诊订点单位 获得的口罩居然比协和医院多几倍 网民质疑红十字会物资分配存在问题 在一月三十一日 在湖北省的红十字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表示 领导们正在核查追求 事实上收治大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的武汉协和医院 近来多次表示物资不足 工作人员三十还在网上发文表示 医院的物资即将全部用尽 要紧急求社会支援 一名医生在微博表示 物资不是告急而是没有了 他说医院物资即将全部用尽 呼吁社会帮忙而中国媒体新京报引述医院工作人员 表示防护物资属消耗品 前线医护人员每天都要使用 因此消耗很快 限须防护服三千件 医用N95口罩五千个 医用外科口罩八千个 一次性隔离衣三千件 防护面罩一千个 而工作人员表示数目仅为参考 实际上是越多越好 而协和医院的求助信息被包括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在内的多家官方媒体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 湖北省红十字会首次发布疫情发布以来 接受物资使用情况 这一份一月二十九日的公布表显示 有八千名医护人员的武汉协和医院 仅仅收到三千个普通口罩 一点二万捐款 捐款人显示为陕西的韩女士 此外公布表上的明细还显示 武汉仁爱医院和武汉天佑医院 分别拿到了一点六万个N95口罩并且共同拿到三十六万捐款 捐赠人显示为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而根据查证武汉天佑医院全称是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是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市卫界委所设的六十一家发热门诊之一 而武汉仁爱医院则是一家以整形生殖为主的医院 武汉发热门诊定点医院清单中没有仁爱医院在列 一家做整形生殖的医院为何需要一点六万个N95口罩 作为收治医病患者主力的武汉协和医院 却只有三千个普通口罩 有媒体指出 武汉的人爱医院是莆田系的医院 而莆田系是大陆福建莆田民营医疗从业者的统称 许多莆田系的医院被指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 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 耽误患者治疗影响可谓十分恶劣 而在二零一六年魏泽西事件发生后 更是成为了重视之地 实际上武汉红会在本次肺炎疫情中已经遭到多次质疑 在此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曾经在二十七日表示 社会捐赠物资必须通过红十字会 省里要通过省红十字会 而武汉要通过武汉市红十字会来接受捐款 他表示这样就是为了我们统一归口 避免在疫情防治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控制 然而武汉红会受到的捐款和物资发放速度 却被网民批评太慢 根据红十字会发布的信息 从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累计收到捐款三点九亿元 不过到一月三十日才发放五千万元给疫情防控 不少网民质疑动作太慢 也有媒体讽刺称剩下的三点五亿元 可能是要想留到二零二一年春节吧 而针对网民的批评武汉红会常务副会长解释说 武汉红会只有十几个人 而湖北省的红会有二十多个人人手非常紧张 武汉市政府非常重视 统计局给我们搞了三十个人专门负责物资的清点和登记 否则我们一共十几个人怎么也搞不上 经常网人有人骂我们挺委屈的 而在一月三日 中国的媒体封面新闻也拨打了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公布的办公室电话 就口罩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提问 而对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会记录记者所反映的问题 同时表示领导们正在核查研究 稍晚会对社会有所交代 而网民也查到现任的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 是当今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而此前中国的王岐山曾经因为他在二十零三年非典疫情中的表现 而被网民怀念赞誉 但是这样一起红十字会的事件 似乎却让王岐山的名誉蒙上了某种阴影 武汉封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一起来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 由于冠状病毒的流行已经导致大约二百人丧生 但是虽然实际上限制了车辆通行 但是人们还是可以通过跨过长江的大桥 步行出入中国的湖北省 长江标志着江西九江市与临近的湖北省黄岗市之间的分界线 而湖北是首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如今已经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以遏制病原体 但是长江上空的人流量数据表明 封锁是可渗透的 现在对其有效性已经产生怀疑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称情况为全球紧急状况 现年四十岁的业主吴敏州在江西附近钓鱼 他说他担心离开湖北的人中会有病例 他表示因为这里有一个潜伏期 所以如果这些人进入比如中国北方的城市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感染那些地区 尽管长江大桥上不允许车辆通行 但是对行人仍然开放 警方解释说人们仍在进入湖北 仍然可以离开 但是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 这些人包括在湖北已经预定了火车票的人 有一些人要在农历新年之前从九江出发 所有现在人都感到恐慌 但是我认为情况还没有那么糟 四十五岁的农民工从湖北过境后 对路透社这样表示 另外一位男子告诉路透社 他是和他的朋友从九江开往这座大桥的 他和他的朋友回到了湖北 湖北有六千万人口 你一旦回来就不能再出来了 这一个姓田的男人这样讲 你必须待在那里 待在家里不能出来 这种流行病巨信起源于湖北省会武汉市的海鲜市场 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四宣布了全球 有紧急状况 这已经是第六次这样做了 武汉暂停了火车和其他的公共交通 封锁了道路 并且在武汉附近的收费站设立了检查站后 特别措施已经扩展到了湖北省的其他城市 尽管九江本身没有被正式封锁 但是在周四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后的最后一天 九江的街道大部分人迹罕至旅游景点也关闭了 五十九岁的当地出租汽车司机表示 在节假日之前出租汽车的生意一般肯定会很好 因为在春节期间有很多人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今年由于流行病我们都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 也就是几乎一直待在家里不会外出 没有其他人在外 在具有近五百万人口的九江的一个居民区中 一位男子手持扬声器播放录制的消息 命令最近来湖北的任何人去当地的居委会登记 而到周五该市已经确认感染病例42例 在其他地方商店大多关门 而少数几家仍在营业的餐馆大多是空的 九江东林佛教寺院附近的一位素食餐馆的老板说 通常每年的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来 但是现在却没有人了 我们知道近日WHO正式将新型冠状定毒 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也就是PHEIC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但是却没有实施国际的贸易和旅行限制 那么下面一步就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有分析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如果仅定义湖北省为疫区 那么本身可能对经济的边际影响会比较有限 但是对于部分制造业行业的贸易量会带来一些影响 而且WHO并未实行国际贸易和旅游限制 接下来不排除WHO进一步将湖北定义为疫区 总体而言WHO的表述比市场预期要更加温和 正式宣布为Fake之后呢 理论上来说WHO的缔约国可以在满足相关条件后 合法拒绝相关人员和货物出入境 而且为定义为疫区的先决条件 二零零三年的SARS期间 WHO向全球发出了健康警告 定义SARS疫区 借鉴这一做法 Fake于二零零五年时协入了国际卫生条例 宣布为Fake之后呢 缔约国在向WHO提供充分证据后 可以合法地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货物 采取一系列的检查措施 并且可以拒绝入境 所以这一判断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 是体现在货物和服务贸易 而WHO定义疫区是以省市为单位的而非国家 而且呢日度评估 对比非典时期中国先后有十个省和直辖市被定义为疫区 本次疫区可能只有湖北一省 WHO宣布Fake后可能会定义疫区 而这样的时候呢 疫区往往是不是国家 而同一国家的不同省市定义和解除疫区的时间 可以具体有所不同 非典时期定义为疫区的平均时长是三个月左右 WHO在定义疫区时一面会参考疾病传播的客观指标 另外一方面也会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 而考虑到湖北以外感染人数比较有限 而且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隔离措施 世卫组织大概率只会将湖北定义为疫区 如果仅湖北被定义为疫区 那么世卫组织这一决定可能影响会比较有限 在费典时期一共有十个省市先后被定义为疫区 其中不乏当时的经济贸易大省 比如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河北等 这些省市占到了2002年全国GDP的四成以上 占到出口近六成 对比湖北省的GDP与出口份额 仅占全国4.6个百分点与1.3个百分点 因此虽然短期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 可能比较有限 但是就WHO定义疫区这一单一事件来看 边际影响在总量层面可能比较的可估 但是分行业而看 占到湖北GDP近一半的武汉 汇集了一些高科技制造业 包括光缆空调显示器器配合医药等 这些行业以及相关产业链的贸易 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疾控中心论文风波 在北京时期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疾控中心关于在国际知名的医学刊物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的说明 在舆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当下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已经由湖北迅速蔓延至了整个中国 截至一月三十二十四时 中国三十一个省市区 还有新疆生产变舍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九千六百九十二例 现有的重症病例已经有一千五百二十七例 累计死亡二百一十三例 累计治愈出院一百七十一例 疑似病例是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八例 可以说形势极为严峻 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一月二十九日 刊登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文章 提供了有关于这次迅速蔓延疫情迄今为止 最详细的流行病数据 论文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冯子健 还有湖北疾控中心的主任杨波 共同作者包括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也正是这篇论文让中国诸多网民感到震惊 中江大学的教授王立明正是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指出 我已经出离愤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实锤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 新冠病毒人传人被有意的隐瞒了 科学家是应该先发论文还是应该先进行防控呢 论文显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四百二十五名病例后发现 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十二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人传人情况 具体来说论文通过研究去年十二月初之后的四百二十五名病例发现 尽管武汉疫情最初被认为是源自华南的海鲜批发市场 但是在十二月后期开始出现了不少与市场无关的感染者 论文还将疫情分为一月前一月中 还有一月前期三个阶段 并且通过数据表示 尽管一月前的多数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而从一月开始的绝大多数病例都与市场无关 病毒在十二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人传人结论令人震惊 不少中国网民都在追问为何此前要对数据迷而不宣 为何这些数据在中国国内看不到 如果让这些数据在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 是不是疫情不会如此失控 更有网民质问是否存在学者们为了自身发论文的私利 而故意隐瞒关键信息 导致疫情防控被耽误 而中国疾控中心三十一日发出说明 正式对此次疫情事件的回应 说明中谈到争议论文是根据截止一月二十三日上报的四百二十五例确诊病例 所做出的回顾性分析 所有的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经向社会公布 论文中提及的十五名医护人员感染病例 分别是由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于一月二十晚 还有武汉市卫健委于一月二十一日晚凌晨向社会公布的 至于论文中提出的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份在密切接触者中就出现了人际传播 这样的观点 是基于四百二十五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论文中还说论文是来自疾控中心 湖北省疾控中心 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 共同完成的并且表示及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调查结果 有助于国内外同行及时了解疾病特征 共同评估研判疫情改进防控策略 目前这场源于武汉波及全中国 并且已经在全球城蔓延情势的疫情可以说是越延越烈 跳跃式的增长确诊以及疑似人数远远超过了非典期间的统计数据 而在一月三十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也就是IHR与之内网召开紧急会议 经过讨论将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定性升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众卫生事件 这些都说明了疫情的严重性 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副院长 刘兴平学的资深终身教授张作峰在接受专门弄谈道 中国的一些学者短时间内在多个国际知名杂志发表文章 从论文披露的数据来看 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爆发初期 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控制 张作峰指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 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后 人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及时公开 也没有及时地用在扑灭爆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目前争议仍然在继续 也有声音指出引发争议的论文中所提到的一月前的病例人数 和之前武汉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大体是一样的 均为四十多人 而一月十一日的二百四十八例感染人数字 可能是随着感染在过去几天被大量确诊后 才由论文作者调取患者数据获得的 因此没有办法认定论文作者是为了发论文 而在疫情前期隐瞒关键信息 而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媒体时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篇回顾性的分析 十二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源不清 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 Outset的日子都是推测 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 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 而疫情还在继续 而有关疫情的论文争议已经不止一起 科技部近日下发的一则关于加强新冠病毒科技公关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 也显露了中国官方对最近发生的多起论文争议所指的态度 通知要求中国各有关公关项目承担单位以及科研人员 要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公关任务上来 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而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 不应该把精力发表在论文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